其实啊,各位家人,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啊,看似倾因于观念、想法上的差异,实际上啊,是因为好胜心、爱面子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自己跟自己生闷气,甚至呢,把人际关系搞得乌烟瘴气的。 没错,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包容自己,却吝啬去包容他人。为什么要热爱大自然?就是要学习天的辽阔,地的厚实,水的温柔,风的细腻,让我们先成为一个身心灵和谐的人,才可以带给周遭的人和谐。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而感觉到心旷神怡,放松自在。 每个人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当我们走进大自然时,别忘了提醒自己,将朋友最单纯、最开阔的内在大自然展现出来。 只要我们心胸开阔,思想纯正,每个人遇见我们,就像走进大自然里一样舒畅。 接下来,中国黄河青年团将以大自然快乐超,为我们带来这首自然时时感恩,让我们掌声欢迎。 加油! 好! 由我们曾어서善,和那么曾去。 有我们曾之一,和我们曾去。 人生的点点滴滴,此幕都是客关系。 转abel, harrow, algo穷也很迦思它们。 来 deltaZ ZI Group. 虽然是虽然 Hello! Everybody's smile and happy, y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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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虽然感恩,是虽然幸福,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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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eah! Yeah! 一起寫出感恩的理事, go! 每个生命都是带着师母,的祝福来到人间 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都说生命是白痴,我们该听卸出感恩恢复的理事 都说生命是蜡烛,我得燃烧自己带给世界 光明,世界光明 世界光明 梅花引尽的心,看东方能为世界 真正方向,能要耐得住考验 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希望 在每一者被心情秘境,都是赤目赤爱的雕章 要我们成才,盼我们成心 人生的片片滴滴,是不懂事可关心 都是可关心 我们得起,寒冬,滑冬为世界 真正方向,能耐得住考验 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希望 暂停这杯 心情秘境 都是痴暮痴爱的雕塑 让我们成才 盼我们成情 在深水眼泪滴滴滴 痴暮都是个关系 永远感受到痴暮 悸心的关爱 既然是世 盼恨 既然是世 盼恨 谢谢由大连第十中学的同学们所组成的中国黄河青年团 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无尽的恩典 太棒了 谢谢大家